轻能无人机成功完成投放空牌资料传输等任务 获得2020绿能无人机创新大奖赛的原制大学团队表示 轻能无人机在龟山岛挑战赛中 完成了一小时之内往返25公里长距离飞行 比赛要求极高 考验团队的技术力与意志力更能获得宝贵比赛经验 太阳能或者是燃料电池 然后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动力 然后让无人机去做飞行 那因为这个东西不同于传统的无人机 它有额外的这种技术障碍 要把它装到这个飞机上面去进行飞行的话 它的这个困难会比较高 我们当中学习到很多 这也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证明我们有踏入业界的能力 所以很感谢教育部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学校跟业界合作参加这样的比赛 郭文鑫教授说这台10公斤以下燃料电池无人机 目前是全世界首有的机型 学校师生与燃料电池厂商合作下 通过长时程长航程的严苛考验 目前已具备可爬升至400米以上高度 连续飞行50公里等多项商用任务能力 还可通过4G链路系统与云端平台 在收讯范围内进行远端操控 新唐人也在电视 胡适小张宁捷 台湾投缘报道